好看下面这个啊 下面这种类型呢 是哈希类型 哈希类型经常用在干嘛 那你比如说 你要用这个readlist呢 去存储一个对象的信息 你就可以使用这个哈希类型啊 那么哈希类型呢 就可以用于存储这个对象 它里面的这个 k对应的这个值的结构呢 就是field value啊 field就是属性 value呢 就是这个属性对应的值啊 对应的值 那么这个属性对应的这个值呢 你注意它就是一个字符串啊 它是一个字符串类型 那不能是其他的啊 它不能是其他的 你不能说我这个 哈希里面这个value呢 给它设置为一个list的类型啊 不行 它必须是一个字符串 OK啊 那么下面我们给大家说的 就是怎么去设置啊 这个属性啊 设置 首先给大家说的是设置单个属性啊 单个属性 那么我们要创建一个 哈希类型的数据的时候 你就可以使用这个 hset啊 hset就是哈希set的意思 那么字符串呢 它是set 这个哈希呢 就是hset 然后后面有一个 这个哈希 这个k是多少 然后呢 里面就开始 就是这种 属性和值的啊 建制对啊 那我们这里面呢 有一个例子啊 就是我hset 设置一个键的名字呢 叫做user 它里面呢 有一个属性 叫做name 这个name对应的值呢 比如说在这边啊 比如说在这里面 首先我们可以 现在只有一个啊 直接我hset 设置一个叫做user 这个user的name呢 里面有个属性叫做name 它对应的值呢 叫做it 黑马 OK 那么这里面呢 你就设置成功了啊 hset 设置成功 那么你注意啊 只要你如果你去运行这个hset啊 这一句话的时候 它下面给你报占一个错误啊 那么这个错误呢 是因为啊 我们的readlist数据库呢 你自己装的话 它默认啊 是配置这个保存数据库的快照啊 什么叫快照 其实呢 就是把你这个 跟你做一个备份一样 就像我给你做一个备份的吧 你可以恢复到某一个 我的备份啊 那么这个快照 那么但是呢 它目前啊 这个不能持久化到硬盘 所以呢 它可能会给你报占一个错误啊 如果报占错误怎么解决 直接在你这个 哎 客户端的命令行 运行一下我们这个 命令啊 命令 哎 关闭它的这个 哎 选项啊 直接呢 你就可以呢 进行一个设置啊 hset 进行一个设置 OK 那么没错 你就不要管它啊 没错 你就继续往下走 哎 这里面呢 就是它 直接呢 是 哎 hset 设置 单个属性和值 OK啊 然后比如说下面呢 我如果要保存一个对象的话 我这个对象呢 可能是多个属性多个值 那么怎么做啊 使用那个 hmset啊 你看到前面加一个m 哎 就是hmset的哈希 哎 多个值 那么 然后后面是k 哎 在我k后面呢 你就可以跟上一个属性1 对应的值呢 是value1 属性2 对应的值呢 是value2 哎 我们这边有个例子啊 我去设置一个键 它叫做u2 哎 这个键对应的值里面呢 有两个属性 一个叫做name 一个叫做h 啊 name对应的值呢 是itcast h对应的值呢 是11 我们就可以这样啊 直接呢 就是我们的hmset啊 然后呢 写上一个u2 然后name呢 我叫itcast 然后再来一个属性 h呢 等于11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又设置了一个啊 又设置了一个 哎 你在这边你可以case 行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这里 现在多了两个 一个是u2 对吧 一个是u2 那么像这俩件对应的值的类型呢 它就是hs 你可以使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type 然后呢 写上一个 u2 你就会看到它给你返回的就是 hs啊 hs ok 那么上面这两个是设置啊 一个呢 是设置单个属性 一个呢 是可以一次设置多个属性 那么上面我们要给大家说的 就是怎么去 获取啊 怎么去获取 那么 比如说我想看一下一个哈希的key 它里面有多少属性 啊 有多少属性怎么做啊 就h case 然后后面跟上一个指定的 哈希的key啊 那么 比如说我在这里 我要看一下这个 u2 那么它里面有几个属性 我就可以写上一个h case 写上一个 u2 好 回这 这里面就会给你返回两个 一个属性呢 是内姆 一个属性呢 是h 这是h case 查看 键里面的属性 那么 好 那么比如说 我要获取 这个哈希里面 其中某一个属性的值 怎么写 叫做h get 哈希 前面是哈希的key 后面是你要获取 哈希里面的哪一个属性的值 就把这个属性的名字呢 写到这边 我们在这边呢 这个例子呢 我们要获取这个键 u2 它里面的这个属性 内姆 我就可以 h get u2 写上一个 内姆 直接在这边呢 就是h get u2 然后呢写上一个 内姆 它就会把这个内姆 对应的值呢 id cut给你返回 同样的道理 你去获取这个年龄的话 u2 写上一个 age 它就会把age对应的这个值呢 给你返回 这里面是h get 然后 你一次要获取这个多个属性的值 怎么做 对应着hm set 就有一个hm get 它呢就是k 然后下面属性一 属性二 它就一下把这后面属性的值呢 都给你返回 我们这个呢 获取这个 u2 这个属性的啊 u2这个件 它的属性内姆和age的值 一下获取就可以使用hm get 然后呢写上u2 然后呢写上一个内姆 再写上一个age啊 你一回车 这俩呢都给你返回了啊 这是hm get 一下获取多个属性的值 h get呢是获取一个啊 然后 还有一个秘密呢 就是我想去看一下 哎我这个k对应的所有 获取所有属性的值怎么做啊 那么就是h values啊 写上一个k啊 写上k啊 他就会把这个哎 件对应的所有属性的值 都给你返回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在这边 h values写上一个 u2 你会发现 哎他一共有俩属性 俩属性的值呢 都给你返回啊 这是h values啊 它的一个作用 那么上面这一部分呢 是我们的获取啊 获取查看一个键 它里面的所有属性 使用h case啊 那么获取单个属性的值 就是h get 获取多个属性的值啊 就是hm get啊 那么获取所有属性的值呢 就是h values啊 h values 这一部分呢是获取 然后下面呢 我们要给大家说的 就是这个 删除 那么删除 假如说你要删除整个哈希键 还有它的值 你就使用我们上面讲的这个 删除键的命令 就是delete啊 一下把它 所有的都删掉 那假如说 我这个哈希里面呢 这个键呢 有多个属性 我只想删除某一个属性 怎么办啊 使用这个h delete啊 adl 然后呢跟上k 对吧 后面我要删除哪一个属性 你可以一下删除多个属性啊 假如说我们在这里面有个例子 我删除这个键 ur 它里面的属性aj啊 我就可以呢 直接写上htl 然后呢ur里面的aj啊 就在这里面 hdl写上一个ur 然后呢写上一个aj 好 那么这个ur里面呢 aj呢就会删除 删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呢 再去h case 去看一下这个ur 你会发现它里面 现在只剩一个name啊 只剩一个name OK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 哈希啊 他的一个基本操作 他的增加修改 哎 获取 还有他的一个 删除啊 还有他的一个删除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